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流行感冒有些咳得很厲害 在咳嗽的當中裡面太用力了 啪 你也聽到脊椎的骨折 這樣子也會骨折 對對 所以嚴重的是這樣子 那70到80歲之後 一般的長輩們最關心的就是骨骨頸 就是寬骨的骨折 對對 那有另外一個講法是這樣子 一旦你有寬骨或是骨骨頸的骨折之後 靈性也未踩就變黑背了 那當然後面的傷害就很大 對 所以也是骨折 就是你有骨鬆的話 其實就剛剛陳醫師講 很多的部位都需要注意 不同年齡要注意不同部位 可能都會有骨折的現象 那我想問一下四位媽媽 身邊周遭的朋友 有沒有因為什麼狀況發生骨折的 有沒有 有啊 昨天開鞋典禮的時候 張軍就有一個老師 就這樣滑了一下他就斷了 就斷了 對 腳盤就往後仰了 他只是走路沒有走好而已 他是樓梯不小心走樓梯沒踏好 卡空了就這樣子 拐了一下 他就很嚴重了 所以這也算是骨鬆造成的骨折 我們講的骨質疏鬆的骨折 通常就是我們在身高的高度 的這種情況之下跌倒 那所造成的骨折 一般我們把它稱作低創傷性的骨折 不是從二樓三樓摔下來 或是車禍 騎摩托車 腳踏車這種 那種是屬於比較高創傷性的骨折 那骨質疏鬆就這種稍微跌倒一滑步 或是像我剛剛講的比較極端例子 就是連咳嗽都會造成骨折 這種跟骨質疏鬆是比較有相關 所以一般只要是一個這種 身高高度以下 那一個跌倒所造成的骨折 我們都把它接受 就是所謂的骨質疏鬆所造成的骨折 所以宋龍媽媽你一定要提醒老師 就是那個好好去把他的那個 身上的骨本要把它補回來 才不會有骨折的現象 那不過我想要再就是請教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會有一些錯誤的治療方式 因為骨質疏鬆症 既然是一種疾病一定要對症下藥 但是很多人都以為 我關節痛啊 我淚風濕關節炎啊 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嗎 還是是不一樣的呢 我想問一下陳醫師 是 謝謝主持人 不過我要提醒那個宋龍媽媽 剛剛在講那一位老師發生的事情 對 就是說今天他可能在醫院裡面 他開刀只是處理那個骨折的位置 但是假如你有骨質疏鬆 這一次跌倒是因為這個地方受衝鬆 下一次如果跌倒是在手臂 或是脊椎或是其他的地方 也可能也會發生有骨折 對 所以應該是在住院當中 你除了去防止他 看他傷口癒合之外 也要提醒他去接受骨質密度的測定 對 看看手臂 腰椎 還有我們的寬骨 骨骨頸這個地方 骨質密度也是 是不是也不好 對 因為這種所謂 所以刺發性的預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沒錯 那開刀是把骨折位置接好 可是將來可能還有其他地方需要注意 沒錯 那剛剛主持人提到就是所謂這個 退化性關節 對啊 很多人都會搞混 其實這兩個是完全是兩碼的事情 對啊 可是很多人都以為 我膝蓋好痛 很多長輩都說我膝蓋好痛 那我要吃什麼擦骨粒啊 對啊 可是跟骨質疏鬆完全兩碼子是 其實第一個這個在疾病上是完全不同 那退化性的關節炎 它是軟骨 軟骨的細胞退化 沒有辦法再增生 所以可能跟你的年紀啦 跟你的職業啦 那慢慢的就 那叫退 就是退化性的關節炎 那骨質疏鬆我們講的是硬骨 大的骨頭 不是軟骨 像我們手臂 或是腰椎 或是骨骨頸 這講的是硬骨 硬骨裡面有皂骨細胞 還有啃骨 挖東西啊 啃 啃骨細胞 這個地方的 所以他們發生的疾病的原因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的 所以治療上根本是南原北側 譬如說剛剛主持人提到 一般吃的這種所謂的 一般 增加所謂軟骨的再生 那個是針對退化性的關節炎 有預防的效果 但是如果是退化性關節炎非常厲害 其實在吃什麼鮮蛋大概 有時候也是效果有限 那譬如說吃鈣片對關節炎 沒有什麼幫忙 其實鈣片它本身 它是對骨質 是有一些加強的效果 它是一個最基本的 但是它是預防骨質的流失 如果對於退化性的關節炎 那你去吃鈣片要預防退化性關節炎 那恐怕效果也是不好 對所以兩件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想問一下這位媽媽 你們平常有 因為骨頭的問題去做一些營養品的補充嗎 還是說什麼樣的攝取有嗎 有 送了媽媽 我一個禮拜吃兩顆鈣片 一個禮拜吃兩顆 不能常吃嘛 吃太多不行吧 我就一個禮拜吃兩顆 還有我也有去吃那個 另外一種那個喝的 喝的擦骨粒嗎 不是擦骨粒 你有擦骨粒 對 擦粒活就對了 對擦粒活那個 因為那個是怕說那個 講的那個鈣化那個 的問題 所以我怕它軟骨有沒有 就走路就不方便 所以你同時要補我們的硬的骨頭 同時要補軟骨就對了 對 我也有喝那個東西 每天喝一小杯這樣子 這樣子算是保養OK嗎 陳醫師 對鈣的補充來講 剛剛松文媽媽在講的 一週吃兩次嘛 對 這樣可能會不夠 不夠啊 我就是有人說太多了會腎結石 我就怕說吃這個又影響那個 結果我就不敢吃太多 就一個禮拜吃兩顆這樣 吃飯的中間把它吃進去 停下來吃進去 再吃飯這樣 就一個禮拜兩次 對 一個禮拜兩次 兩顆就對了 對 這樣是不夠的 一般的推薦是這樣 就是說你一天需要的量 是要1200毫克 一杯牛奶大概是多少 一杯大概300cc的牛奶 大概是有250毫克 對 那個鈣質 我們台灣的居民 大概我們鈣的攝取 一天平均大概是在550到600 所以如果在更年期後到70歲 對 這個階段裡面 需要1200毫克的話 你除了一般的食物之外 你還要再補充600毫克以上 所以要吃多少 要看你吃的那個鈣片的量 含鈣是多少 應該藥罐上面會有寫吧 對不對 藥罐上面會有寫說 含鈣量多少吧 對 一般的維他命 或是特別的鈣片裡面 它上面會去寫它含鈣是多少 不過要注意看 舉個例子 跟廠牌無關 譬如說碳酸鈣 它寫500毫克 可是裡面含鈣 只有40% 只有200毫克 所以如果你一天要補充600毫克 因為你食物已經補充了 550到600 你是不是要吃三顆 這個 碳酸鈣 對 但是剛剛松麻講的一點很重要 鈣片的用法 如果是屬於這種碳酸鈣的話 要跟飯一起吃 空腹吃就不好 可是有些人胃不好 吃飯中間吃就對了 其實松麻麻很有一些概念 而且你要把它咬得越細越好 越容易心收 你在飯中吃 或是飯後吃也可以 每天還加強一個銀扇 每天吃一顆銀扇 好懂得保養 松麻麻真的不錯 那林森媽媽呢 你們都沒有攝取鈣質的東西 平常飲食有沒有特別 而且我會吃小魚乾 還有那個雞爪去熬那個高湯 就會有那個膠質耶 那是膠質 對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說 那好像對我的骨頭 是不是有幫助 還有那個大骨頭 對嗎 這樣子對嗎 因為我平常吞那個藥丸 我真的 你不愛就對了 不愛吃吞藥丸 其實鈣的攝取的來源 我們推薦最好的是從 一般是從奶製品 牛奶 對起司 優格 我喝喝牛奶都當 就一般的開水這樣喝 一天有喝到幾CC 就一大杯 那牛奶一杯 1000CC有嗎 沒有 至少五六百了 所以一天五六百夠嗎 牛奶 一般裡面 就是我們一般的 所謂的杯子 250到300 像他們美國人的推薦是這樣的 他們講40歲 over 40 40歲 drink 3 要喝三杯 三杯 三杯 就等於一杯3000 300CC的話 多餐喝這樣子 對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 在台灣人 我們大概有40% 30到40的人 會有所謂的乳糖的耐受不良 對 所以有人吃牛奶 喝牛奶 會拉肚子 肚子會腳痛 那這種你就要去找一些 低乳糖的牛奶 或者是從其他的 那除了牛奶之外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起司優格也可以啊 黑芝麻 豆腐 法菜 烏拉肥 這些都是可以的事情 對啊 所以可以從平常的飲食上面來著手 對不錯 那林玉媽媽呢 我的吃鈣片 你也是吃鈣片 週休沒有吃 一個禮拜兩天沒吃 空腹吃 空腹吃 可是要改變喔 要半鐘吃對不對 空腹 早上還沒有運動前 要出去 就先吃下去 先吃鈣片 這樣對嗎 空腹吃的話 一般如果你的鈣片 是屬於所謂的檸檬酸鈣 檸檬酸鈣有一些 日本人他們就比較喜歡檸檬酸鈣 因為這種鈣片的口感會比較好 所以那種可以空腹吃 那其他的鈣片 因為大部分的鈣片 從貝殼來的 或是像我們講的 最用的最多的碳酸鈣 對不對 等等這些的話 一般都是有飯中 或是飯後 飯後吃比較好 對 因為那個鈣的吸收 一定要有胃酸 我們吃東西才會有胃酸的分泌 對 可是檸檬酸鈣也是例外 而且它口感比較好 不過那種比較貴 所以李媽媽建議你看一下 它是什麼成分的 如果說是比較像是檸檬酸那一種 檸檬酸鈣就可以空腹吃 那如果說像松龍媽媽那一種 所以比較是那種 來自一般性的鈣片的話 飯中 就是飯中或是飯後吃 不是我去買的是我女兒 是藥劑師 她聚過來的 對啊 還是一樣去問一下 比較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吃 那吃進去才會真正有效果 對 那秀琴媽媽呢 我是都吃比較有 那個鈣質的 因為這個食物 還有那個 醫生有開的那個 那個 複酸鈣給我吃 那還不行 對啊 那還不行 對 這就是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那個 長庚的醫師 是 鈣之外 鈣足夠的鈣質之外 你要有足夠的維他命D 這些鈣才能夠吸收 這個吸收鈣的程度 跟年紀有關 我們一生有兩個階段 對鈣的吸收最好 一個是兩歲之前 紅的 長大的時候 一個是在青春期的時候 你大概百分之 給你100毫克 你70 90都能夠吸收 到70歲以上的人 給100毫克 只能夠吸收30% 會掉到30%以上 是喔 對 所以如果真的是骨質疏鬆 鈣的量一定要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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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